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年他被拍到和周扬轻住同间饭店 他连续两晚跑到女方房间过夜 罗志祥随后认恋 近年来两人越来越公开 周扬轻称呼罗志祥母亲为妈妈 关系看似稳定 也获得不少网友祝福 近日却爆出罗志祥和周扬轻因故闹翻 网友还发现两人疑似在网上隔空交火 小猪拍影片旁白却配上 没有贴过假睫毛 没有聋过鼻 没有疯过唇 没有垫过下巴 这叫素颜 一奉承认过整形的周扬轻 周扬轻则穿了穿了Folk的上衣 而罗志祥的品牌过去被只有抄袭Folk的嫌疑 对于上述传闻 当事人都为正面解释 据近周刊报道 一名有八卦公信力的网友爆料 两人分手主因离不开结婚二字 而这也是爱情长跑多年的情侣常出现的问题 也说两人还没有完全断开 仍有可能复合 而昨周扬轻澄清自己没有买水军黑小猪 强调我不是那种搞小动作的人 我喜欢正面刚 至于分手了没不愿多说